法师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一起 集一身佛号概括 保持心清静 多年修学实践中 尚有妄念返导 十多十少浮现 参学到幽婆才界界 在意菩萨品中 世尊一礼 以多过四例交界 说他自己在阴地修行时 把烦恼握由当作菩萨道 装严办 甚至常识中拘足了烦恼痛苦 因为由自在力 绝不让自己退转 并成就 疗异 菩萨四条 这是秦法师激活起来 做较深入的开始 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讲的 这个世尊曲的例子 我们反复学不到 那为什么呢 你在《凡网经》里面去看 释迦牟尼佛说 释迦牟尼佛说 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做佛了 是第八千次了 换句都早就成佛了 他是来表演的啊 所以 在经论上佛唱书 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佛有八万四千烦门 是不是一个烦门对一个烦恼呢 不是的 这我们在《华严经》都多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了 我们了解 任何一个烦门都能够断一切烦恼 一届是多 多届是一嘛 现在《华严经》讲的这段经文 就讲这个道理嘛 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 根性不一样 那么修学环境也不相同 所以最方便的 最容易 最稳当 最方便 还是用持宁念佛的方法 所以不怕念起 只怕确持 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是确 用这个方法比什么方法都方便了 人人都会用啊 问题你能不能坚持 妄念 无论是善念 妄念 不管是什么念头 只要有念头起 你的佛 第二个念头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 就把它换过来了 所以大基经上佛说 这个念佛是无上甚生产的 比中文参化头 关心参救 方便多了 那个很不容易 这很容易 所以我们学习 一定要契合自己的根基 一行道 应当要走 不要替自己找麻烦 这样殊胜的法门 真正念佛 你看看 净土神仙路 《网神传》里面 时时多多人 念了三年 它就成功 过去有人问过我 这法师 是不是他们三年的时候 寿命就到了 我不相信 哪有那么巧啊 不可能 而是什么呢 功夫到了 它往生自在 我虽有寿命不要了 我想早一点去 它真去得了 这个功夫并不是很深 这个静宗 讲义性不乱 有三个层次 最高的理议性 其次就是四一心 再其次的叫功夫成片 说实在话 一心不乱 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做得到 但是功夫成片 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理议性不乱的 烦恼断了 那就是法神菩萨 这是身 十报状行图 四一心不乱 等于阿罗汉 见死犯那段 尘杀无名没断 见死犯那段 那个往生都自在 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往生 想在这个世界上再多住几年 没关系 它确实有这个能力 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能做到的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就是最浅的念佛三美 什么叫功夫成片 心里头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其他的杂念 妄想杂念未断 但是这个佛号得力 佛号确确实实 把这个妄想杂念扶住 像石头压草一样 它真压得住 这种功夫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根性力的 这佛经上讲的 七天可以做到 那么功夫差一点 根性差一点 我想七年总没问题吧 应该可以做到 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说佛不止七年 总有好多过七年了 为什么还做不到呢 不用功啊 就是警觉性不够啊 烦恼起来让他起 不知道第二念的时候 换成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换 那这就不行了 所以问题还是处在自己 发门一定学一个 夜门深复 常识寻修 不能换第二个 换第二个 前功尽弃 我们用念佛法门 我们又学优魄塞经 又去学这个金刚经 那你就麻烦他了 每一个经理的方法都不一样 我常常换方法的时候 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利 夜门 夜门才在这里 才能把烦恼扶得住 所以要居足信心 这个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 如果明天没什么 少 Kirk collected 你们俩 清楚 不子 有 过